大家好 我來自寶島台灣桃園 很高興能夠來到普爾市 今天來這裡 就是體驗一下普爾茶這邊的製作過程 我們現在來到了出製坊 我們來到了普爾茶的工藝 第一道工序就是拆載下來的一些新鮮的茶葉 然後鋪曬在這邊做第一道工序的 晾乾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炒茶的工藝 那我們炒完茶之後呢 現在進行揉黏 揉黏之後 我們就要放在太陽底下做晾晒 晾晒完之後 我們就按照標準來秤重 那秤重完我們就要七蒸 那秤重完我們就要七蒸 我們大約就是七蒸三十秒鐘左右 那七蒸完我們就把這些茶葉呢 進行套袋 那七蒸完我們就把這些茶葉呢 把這些茶葉呢固定 那為了更好的這個定型 我們就要用傳統的方式進行壓制 那我們用那個石墨呢 壓在這個茶餅上 那我們按照古法呢 按照以前傳統的方式呢 用窄 用腳 做傳統的壓制 那壓制完我們基本上呢 有一個成型了 那成型我們現在進行包裝 我們現在從這個套袋裡面 取出茶葉 我們將壓制成的這個茶餅呢 進行包裝 我們將壓制成的這個茶餅呢 進行包裝 那剛剛我們從這個曬 沙漆然後炒茶 然後再手捏 曬乾 然後到現在做成的茶餅 那基本上我們博爾茶呢 這等於說是初步完成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體驗的 普爾茶的製作過程 很開心啊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能夠來普爾 體驗一下製作普爾茶的過程 很有趣喔 我們今天看到的 我們要看的 我們今天看的